这是一群生活在地底的人类 在这里他们应有今有 你请你的三星后厨 美女如园的健身房 还有高端大气的会议室 但唯一没有的就是阳光 因为太阳发生的变异 所有被阳光照射到的人 都会瞬间死亡 自从进入水下地宝后 二岁他们渐渐融入了这里的生活 尤其是二十岁 当天就消化明智当了和尚 大山加入了母子娘的家庭 每天辅导小男孩的学习 再听说小男孩在医院 发现了没有被太阳杀死的动物后 尼控兰也一直在研究动物存活的原因 他不断地将地宝抓到老鼠 放到地面上进行实验 可实验的结果却无一例外 在太阳的照射下 所有的老鼠都无法活到第二天 而且他们也通过三级网络 联系上了其他庇护所的幸存者 他们一直在研究阻止太阳变异的方法 但却始终没有结论 虽然地宝类的生活表面上很和谐 但实际上这里的士兵 并不待见后来加入的二岁他们 无赖寄人篱下 他们不得不委屈求全 与士兵之间一直处于紧绷的平衡状态 然而一次意外 几乎立马打破了平衡 这天小美在厨房做饭时 意外点着了厨房里的仓库 虽然活饰很快就被扑灭 但是仓库里的粮食还是被烧毁大半 由于地面上的食物在太阳的辐射下 已经完全不能食用 一瞬间他们就面临了食物短缺的问题 机长提到存放在挪威地下仓库的种子 如果能利用种子长出食物 他们就可以自给自足了 就是他们现在唯一的可行方案 于是上校立马做出安排 在找到没有被误燃的燃油后 由队长小马带领机长他们乘坐飞机 去挪威带回种子 这时二岁主动提出 让他先去空军基地寻找油罐车 因为他想到由于他的过错 直接导致了少校的死亡 他想悄悄地去把少校的尸体处理掉 毕竟少校是军方的事关 如果让他们发现 少校是被他害死的 后果不堪设想 可是就当他准备出发时 上校突然跟了上来 他居然提出要一同前往空军基地 二岁并没有反对 但此时的他 心里已经是蚂蚁上锅 慌得一毛 这个女人 间接害死了北约的年轻少校 当他准备悄悄去处理尸体时 地宝的上校竟然提出一同前往 为了不让自己的行为暴露 二岁集中神志 背着上校 悄悄将汽车的钥匙损坏 导致汽车无法启动 而他则谎称取错了钥匙 这时距离日出 已经只剩80分钟 根本不足以让他再次返回地宝更换钥匙 而上校也主动提出改日再去 二岁这才逃过一劫 第二天晚上 大部分人还没有起床 一夜没睡的二岁 瞅准机会准备悄悄出发 随着上校早在一边等候多时 就在上校对他不停逼问时 突然机房那边传来了求救声 等他们赶到现场 才发现母亲和儿子被锁在了机房里 原来小男孩为了抓住一只老鼠 一直跟到了机房中 当母亲找到儿子后 在争论时 他们意外关上了机房的大门 但是大门内侧并没有把守 而且不幸的是 上校没有找到机房的钥匙 母子二人被彻底的反锁在里面 为了不被热死 二岁让母亲先关掉机房内的发电机 然而随着发电机的关闭 整个地宝的空调系统也随之停止 小帅他们使得用重物去撞击钢门 但却完全没有效果 这时大深夜急忙赶到 小帅提出去基地拉回飞机上的喷枪 应该能够打开钢门 于是上校和小帅立即准备出发 随着二岁也提出要一同前往 然而那一功能让他们必须抓紧时间 因为地宝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下 最多只能撞到一小时 如果再不打开空调 所有人都会被直接热死 于是二岁他们赶紧出发 然而不可避免的 在经过大门时 他们看到了早就凉透了个少校 少校顿心一脸的震惊 这是二岁捡起地上的钥匙 谎称少校 应该是为了营救他人而自我牺牲了 就连不知情的小帅 这时也当即反驳 这根本不符合少校的作风 但是时间紧张 少校只能给少校做了简单的遮盖 然后三人立马继续出发 但是半路上 他们就远远发现基地的异常 然后当他们开到空军基地 顿时被眼前的一幕彻底震惊 空军基地陷入一片火海 所有的客机都被炸毁 少校立马就看出 这并非是地震导致的 而是人为炸毁的 现在喷枪肯定也被毁掉 他们只能立马返回大门 去寻找工具 少校怀疑这肯定是俄罗斯人所为 因为就在三天前 他们通过视频对话得知 俄罗斯宇航员和庇护所 同时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 他认为对方也在打着 挪威种子的主意 而另一边 机房的大门还是无法打开 很快他们也通过对讲机 听到了二岁那边传来的坏消息 情急之下 母亲注意到了机房的通风管道 他想通过管道逃生 随后他搬来油桶垫高 艰难的拆下了通风管道 然而 当他帮助男孩进入管道时 才发现管道太过垂直 尝试多次 男孩根本无法进入 无来他们只能继续等待外部救援 然而就当二岁和小帅 在大门这里急忙寻找工具时 上校却盯着一处屏幕看入了身 原来他看到了少校狗带之前的录像 他发现了二岁谋杀的事实 但他并没有说破 而是催促二岁他们赶紧回去 因为距离一出已经只剩下60分钟 无来他们只能带着一把锤子返回地宝 而另一边 士兵们几乎就要暴动 他们已经无法容忍急剧上升的室温 开始拿着手枪逼迫大山 让机房里的母亲打开发电机 就在双方僵持的时候 上校他们正好赶回地宝 他连忙大声制止士兵 愤怒的大山立马打翻他们 冲上去抢夺手枪 然而混乱中 手枪意外走火 当众人反应过来时 才发现上校重弹倒在了血泊之中 然后很快就没有了呼吸 更加不幸的是 他们带回来的铁锤也没能发挥作用 大山拼尽了全力 也没能撬到大门一分一毫 最后他绝望了 他让其他人各自离开 然后独自一人守着母子二人 这时母亲也知道了他们大陷将至 他并没有责怪大山 为了不年龄其他人 最后他打开了发电机 然后抱着奄奄一息的儿子 告别了大山 告别了这该死的末日 而门外的大山也已是彻底崩溃 端端一天就失去了三位同伴 所有人都处于情绪低落中 但眼前的问题还需要解决 他们仍然要想办法打开机房的大门 因为发电机的燃料 最多只能维持六小时 而且他们也要找到飞机 去挪威拿回种子 然而另一边 就在士兵们给上校整理遗物时 他们发现了上校口袋里的U盘 而那里面的内容 正是二岁抛弃少校时的录像 毫无疑问 一场无法避免的纷争即将来临